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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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时应该 不打呼噜 不磨牙吧 不会被听见吧 嗯 挖不挖呢 不打招呼就挖 好像不太礼貌 可是现在这里也交不行啊 算了 稍会微博等他行吧 阿飘 哎 行了 啊 最后一句吧 亲爱的嫂说好这句怎么样 啊 嗨 啊 问题 我可怎么形容这人 天这么冷 别跟他们一样想什么小哥哥 啊 有我在不就好了 我能叫你 多喝热水啊 我们的关系都到这一步了 那就 没什么可隐瞒的了 我有一件事一定要和你说 阿飘 都说声音好听的姑娘 长得都不怎么好看 那 你这多半是个绝世美女了吧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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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像是很熟的样子 他也时常跟我分享一些 圈子里的事情 比如 今天又有谁来了社团 社团里的哪个人 又怎么样了 我也是 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事 都想先告诉他 以至于分享到最后 想要描述自己的一日三餐 可我和他的认识 就这几天 虽然 只是几天 但我当时 真的 有点心动了 也许 就是单纯的喜欢他的声音 喜欢他的玩笑 喜欢 他的呼吸浅浅 喜欢他 为我花的每一分 每一秒 今天不玩王者了 啪戏去吧 三人笨啊 是和前辈一起 这么正式 怎么办 有点紧张 擦这儿 不成 若是哪一天我不在了 你要记得找一个愿意对你好的人 陪在你身边 阿秀 你怎么能就这么抛下我 除了你 其他女子在我眼里 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哇 这个大道是哪个社团的呀 我要去勾的 比我更美 比我更美 别说瞎话了 明日大夫就来了 就算他要整个洛阳王府 我也要医好你 嗯 转身 阿秀已经走了五年 其实 现场啪的时候 你不只要注意语气 还要抓住BGM的时速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就太难了 那一次 我在戏上的角色 是他角色逝去的妻子 虽然 没有真正的对白 但一直活在他的回忆里 永远 左右着他的判断 这个剧本的重头戏 就是在他的身上 从过分的自傲到悔恨 从开始的漫不经心 到刻骨铭心 每一句台词都是铺垫 不止 悲伤 释然 这些个情绪 都被他发挥到了绝佳 真的 真的 非常棒 我和他对戏的时候 属于全程被他带着走 没看过这个本子 放不开 声线也控制不好 用他的话来说 对于你的表现 我不做评论 你还没熟悉过这个剧本 这个感情参透不了 基本功之类的 回去自己练吧 不过总体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还可以 他在和那个前辈交流的时候 我默默地听着学 似乎是 察觉到我因为拖后腿有些失落 他又恢复了 我认识他那时的样子 都有这过程 来来来 哥给你唱歌听 薛之仙的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唱歌和他可像了 好久没见了 风了脚似 细心装扮着 白色尘山太 真像啊 正好听 哇 这天晚上 我没有和他连枚睡觉了 而他 也突然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 就像是 两个约炮软街上的人 突然一个人厌倦 不说道别 说走就走 而另一个人 却动了牺牲感情 一一不舍 或许 这就是成年人之间的交流吧 你懂 只是 游戏囊 你推半步的动作 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和你说说话 阿飘 好酒 来叫爸爸 能不能请您闭上您的嘴 你怎么总欺负人家 因为我功气十足啊 你那叫骚气 比你还差点 这就是成年人的交流方式吗 后来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和我说话 我把你拉到最低 以后就没人会欺负你了 不懂你们直男的逻辑 你别理他 他就那破嘴 我都和他吵过架 以后再理你 我就是小狗 这出闹戏之后 白音在我的脑海里 根本没有形象可言 知道 那个游戏的出现 类似黎明杀鸡 画风诡异 却味性挺强 但是 朋友接着我玩的时候 我内心是拒绝他 可我又属于那种 耐不住寂寞的活计 身边的人玩什么比较多 我也去玩玩看 于是 我就又碰见了他 他在这个游戏里表现的 大神极了 相比之下 我猜的 不忍之事 你这个得躲啊 你平时躲的我挺猛的呀 你这咋躲不开了 你把那个板子拿下来 就挡住他了 对对对 来来来 咱俩开房间 我陪你练 开房 不 老铁 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结果还是开了 他追在我身后卡 我们像是 玩捉迷藏 他追 我藏 他笑得开心有阳光 躲着他的时候 就是希望他转抱我 哪怕是 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又狠狠的给我一刀 你可以 那像是情侣做的 有摸摸的游戏 而我操控的小人 心脏的位置越来越红 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普通 普通的好像要跳出来 危险而浪了 甜蜜又致命 抓到我之后 他把我拎起来 又摔下去 嘴里还念着 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把我扔下去 又捡起来的动作 我的小人被他的怪物扛在肩上 他扛着我 从一个个过关终点经过 又命令我挣扎逃脱 又抓我回来 我又想起了 他那几天陪我每天早安晚安 明明什么别的都不会聊 就是每天一起睡觉 听着彼此的呼吸声睡着 再听着对方的呼吸声醒来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动作 去能将我 俘获的那几天 后来 朋友们也加入了这个游戏 他也不再逗着我玩 彻彻底底的 杀了我 我死之前 跪在他的面前 心脏依旧在跳动 与我而已 那不是恐惧 那是来自心动的绝望 但我终于解决 屏幕瞬间灰暗的声 我才突然反应过来 我到底想什么 当我捂住自己的脸 为自己轻易地被一个男人撩叨而感到羞耻 同时 我也想问问 不许可乐 对于第三 认真的角度而言 也明白其实 每个人都有缺陷 不自觉遮掩 多少也算 自然的行为 不许可乐 地道 快乐当然有一点 不过寂寞更强烈 难过时候不流泪 流泪也不算伤悲 天真以为是她的独特品味 数不知是她难以言语的对决 自梦画面分个双眼叠叠叠 而谁是谁 对于第三人中的角度而言 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 在不断地追寻更好的自己 只要青春一点程度都浪费 最 true that I could be 感谢观看